今天咱们来到厨房,给大家炒一个白菜。 那我为什么要炒白菜? 那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吃牛排。 牛排就准备好了。 好像没什么逻辑感,没有因果关系。 那吃白菜跟炒牛排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可是我为什么偏偏要炒白菜呢? 大家想想看。 是因为呀,我这样说大家都明白了。 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牛排。 牛排好吃,大家都喜欢吃。 可是呢,有人不吃肉。 就是我们胡老师,人家就不吃肉。 胡老师就是不吃肉啊,人家不是说吃素。 人家就是不吃肉。 所以呢,就是我给他炒个白菜。 这就是原因。 吃吧。 白菜炒的粉丝不吃。 我觉得好冷。 他要注意! 诶?白菜炒了! 这也不是白菜呀。 肠蛋。 没有白菜了。肠蛋。 那还炒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也不是白菜 要去炒这个 这 找不到 白菜 这个白菜是给胡老师炒的 白菜这东西我跟你说 可是不好炒 那也很不好炒 如果光炒白菜 味道太单一 如果跟别的一起炒 那就 显不出功力了 把这个单一的食材炒到好吃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比如说我白菜 我跟那个螃蟹一起炒 那肯定好吃 是不是白菜 螃蟹味的多好 肯定吃 反过来就不行 吃螃蟹嘛 大白菜味的 吃螃蟹嘛 大白菜味 大白菜味 所以单一的食材一定要搞得好吃 咱们就今天就来搞它 咱们就今天就来搞它 好 我们还是 请我们的小张同学 给我们拍摄 先把这个白菜啊 这个黄的叶子 不要 刀呢 这边刀哈 没错啊 刀哈 刀哈 这手法太咸诗了 这黄色的怎么样 先把它改刀 等一下再洗 这个 光给胡老师一个人炒 这有点多了 搞一半 搞一半 要这边 要炒这边 来 纠结它 把这头给它去掉 扔掉 然后把它的叶子 跟那个茎分开 茎给它放在 区分开来 叶子 叶子给它放在这里 就这样一个一个搞 这就切好了 这个叶子啊 叶子怎么办呢 叶子用手撕 就不要拿刀切 好了 这个怎么洗呢 这个要用盐 我来二两 尝尝鲜袋 来用水泡 这样做呢 是把这个白菜洗得很干净 等它泡一会 这个泡一会 那这个就洗就好了 控水 好了 这个呢 就要等一会儿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准备 其他的 准备 那个什么 炒白菜的调料 大家看这个 这是 这是那什么 这是我 前一阵腌的那个 腊巴蒜 腊巴醋 这个蒜都被吃光了 剩这点醋 咱们今天就用这点醋 不要把胡老师酸到 醋 醋 醋 盐 那里面 等一下这个泡完了之后 要好好洗一洗 因为这里有盐 所以要把那个盐洗干净 现在咱再放点盐 多一多醋 行了 不要太咸 有点 糖 糖 糖醋白菜 少放一点 蒜少一点 不用切片就可以了 姜也是 切片 淀粉在哪里 还要勾芡 这个要勾一点芡 泡差不多 泡差不多了 就要洗它 好 我们就拆炒了 油热了之后呢 就放这些调料 放入白菜 鲸 白菜包 好 有点 白菜叶 顺利 庄料 好 好 拆上水 拆上水 正常 鱼肉 现在酸辣白菜,加肠白菜炒好了,这给胡老师,让我们自己也尝一尝 我自己也搞了一点,确实不错,做的蛮成功的,好好吃哦 好吧,这期的炒白菜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下期再见